立場會林俊玲檢舉會選道比賴 請啟動 謝謝 謝謝我們的司長 謝謝我們的司長 今年九月份的時候有設置的一個科技辦案中心 可以透過電腦數位的連線 可以讓我們假官在偵察庭跟科技辦案中心互相的做連結 可以更迅速的把這個資訊傳輸到科技中心的總指揮夾官 總指揮夾官就是可以跨距離的在遠端做指揮 讓我們整個在查器上面速度可以更快 整個辦案可以更精準更正確 我們鄉親事劃都非常好心 但是人情壓力就拜託幫我們支持這個 就說沒關係 別人來幫我們拜託 我們拿去的錢沒錢 錢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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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實在不是 選舉就是選嫌疑的 我們佩服我們雲林地鐵團隊做得非常好 從目前AI的概念強調的科技的整合 所以不管是同步偵訊 證據的傳輸 或者是區域整合 還有所謂的手機的數位財政 還有資金流向的資料庫 還有我們長期建立起來 可能會選的資料庫 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並目的合在 就希望以科技的方式 用正確的產生的方式 達到查匯合計 定罪的目的 因此我相信雲林不管在於查匯 不管在於反匯 一定會有非常好的績效 當然我希望我們的反匯成功 我們沒有人會選 這就是我們雲林光榮所在 也是希望明年總統立委員選舉 我們雲林沒有匯選 事實上匯選要查查其實也很困難 但要取證很困難 那我們有了這些科技設備 最主要是相互團隊可以橫向的聯繫 又可以中向的去查金流 查這些來龍去脈 所以是中向橫向的這樣一個連結 讓查查犯罪跟匯選會有更好的效果 我想也讓想要為會做到的人 應該要收斂 2020 1月11號 即將選我們的總統還有立委的選舉 在這段時間 我們希望民主自由的這個選舉 能夠真正選與能 能夠進化選舉風氣 提升我們選舉的效能 所以今天反會選的這個記者會 最重要是宣導 我們的民眾不能買票 也不能賣票 讓我們的選風能夠進化 那同時也呼籲所有的參選人 無論是在選舉當中不能有任何的武力介入 甚至能夠謹言慎行 提出你的政績 不要扭曲事實或是斷章取義 來把這個選舉抹黑造謠 我相信選舉是透過所有的選民 用他們血亮的眼睛 來看我們所有候選人 他本身的政策政績 是不是能夠提出一些福國立民的政策 那我們希望選風真的能夠進化 而且能夠乾乾淨淨的選舉 讓我們真正選出優秀的領導人 也真正能夠選出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 中午料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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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